講一下,最後希望看到的結果是可以一鍵輸出樂透彩的結果 第一個,所以這邊的話可以按下它,全部都做完了 那當然這邊總共會有四個欄位,我希望快速的幫我把它輸出 第二個是說呢,當我已經輸出完了,我怎麼知道哪一個中獎機率最高 所以最好是可以在號碼的這個地方幫我塗個顏色吧 讓我知道說12號,21號,27號,28號,這幾個號碼呢 它中獎機率最高,你可以把它清除掉 另外呢,如果其實塗顏色好像也不是最好的策略 最好是什麼,多增加一個欄位叫前期名 按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自動幫我把機率前期的幫我列在這邊來 OK,這個是延伸性的,按下前期名,自動就出來了 就這幾個號碼,所以等一下的話 不過那兩年的機率可能參考不那麼好 不過至少就是我們主要是知道說,有這個流程 那怎麼樣把這個流程完成 所以第一個,當然在還沒有做VBA之前 我們先把那個,就是剛剛講的部分先完成 那我們的做法是第一個 我要怎麼統計它的機率 機率的話是指的是,它所有開出來的 所有的號碼 1號 所有的號碼的次數 除以它總共1號開出來的號碼的這個次數 所以我可以先算什麼 先算那個1號開出來的次數 除以它全部的次數 全部的號碼 所以第一個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countif先算這個範圍 不過這個範圍我剛剛講過 這個範圍呢 如果每次都用選的其實不方便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把它定義一個名稱 那我們剛剛定義名稱的方式是 從選舉範圍建立 有一個頂端列 不過我們頂端列 假如說這個定義頂端列 而且上面沒有比較好的名稱 而且名稱有跨藍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用第二種方法定義名稱 這個方法的話 請你 郵標先選舉D2到J2 我先101年 然後呢 先選舉橫向的藍 在Ctrl-Shift向下 意思是說把這個範圍整個選起來 也就是說呢 六個號碼加特別號 先選好 然後呢 名稱的話呢 我叫做開講101好了 所以請你把那個 開講101直接輸入到哪裡呢 輸入到上面這邊 好 輸入到這邊 那記得喔 一定要按個Enter 表示說你這個名稱有加上去 因為這個好像有做過吧 先關掉一下 好 假設1切到101 郵標橫向的選舉 Ctrl-Shift向下 郵標橫向 然後Ctrl-Shift向下 然後名稱的話呢 叫什麼 開講101 記得喔 最後一定要按Enter 那 意思就是這個範圍 就叫開講101 那名稱管理員 你可以看一下 開講101 有 OK 打一個範圍 在這個範圍 沒錯 OK 那開講102的話也可以 所以 橫向選舉 Ctrl-Shift向下 那其實我這個名稱 我本來要叫什麼 102就好了 不過後來我發現 這個名稱不能用數字開頭 一定要英文或中文才可以喔 所以 這個叫開講102 OK 然後呢 我們把它 直接Enter一下 記得一定要按Enter 然後看一下名稱有沒有進去 如果有的話 那 開講101開講102 好 那我們就有這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的好處喔 就是 將來你在做公式的話 非常簡單 你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用Conif 那我的Range呢 就F3 開講101給他 範圍就有了 Criteria就條件 1號 所以號碼 請你選前面的這個號碼 A2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那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用名稱的話 你不用管要不要鎖定的問題 因為那個範圍是固定的 OK 按確定 把它向下填滿 號碼就開出來 不過我們是 看到的是1號出現的次數 那如果我要機率的話呢 我就再把它什麼 除以 除以什麼呢 除以那個開講101的 開出來的號碼總共幾個號碼 不一定是1號 全部的號碼 所以全部的號碼 最簡單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用前面講過 用Cons就好了 Cons那個範圍就好了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拿前面的這個 來怎麼樣 Ctrl C 然後移到後面的話 Ctrl V 把IF拿掉 後面呢再補一個後刮圍 意思就是說 幫我算一下什麼呢 算一下那個 開講101裡面呢 數字部分的話 OK Ctrl 開講101裡面有幾個數字 OK 打勾 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是它的機率了 就是它1號開出來的號碼 跟所有的號碼相除之後 它會有一個什麼 0.0245的這個結果出來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顯示的結果 不要什麼0.045的 我希望 產生的那個 像萬分是多少的 這樣的一個格式的話 那要怎麼做呢 萬分是多少 萬分是245好了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這個格式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按滑鼠右鍵 儲存個格式 那格式裡面 如果有一些我講過 如果有那個接近的 你可以拿來做修改 其實就制定一下 怎麼修改 我們找一下 有沒有那個分 分數的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分數對不對 那有沒有什麼 百分之多少 或者千分之多少 你會發現喔 分數裡面有一個 以100為分母 那上面會看到有沒有 1百分之2 那這個跟我們要的蠻接近的 只是差別什麼 這是百 那我要萬的話怎麼辦 再補兩個0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分數裡面找到那個 下面的部分 百分之多少 制定一下 它本來是 就是百分之多少 那我把它改兩個0 OK 你會發現喔 加兩個0之後 就萬分之多少 按個確定 有沒有 萬分之245 我好像太急了有沒有 所以你還可以怎麼樣 按右鍵 除了那個格式 可以在那個萬的這個 跟這個 中間加空白 讓它隔開一下 這樣看起來比較舒服 有沒有 就是 這個 除號的前後加上空白 做好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另外的話呢 101年算完了 102年怎麼算呢 因為我剛剛名稱不叫開甲101 開甲102 所以你會發現用名稱有另外的好處 就是你複製之後有沒有 直接貼到這邊來 把開甲101改成什麼 開甲102 因為名稱換一下而已 有沒有 什麼東西都不用改 直接打個勾 算完了 格式不對怎麼辦 常用裡面不是有個刷子 刷子的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格式幫我複製起來 刷到這邊來就好了 欸 格式也過來了 OK 向下填滿 完成 所以101年跟102年的機率呢 用這樣的方式很快可以做 所以用定義名稱真的還蠻好用的 而且我覺得效率有的時候還相對比較快 但是你要記得用F3 把那個名稱帶過來 合計的話就是什麼 等於什麼呢 等於前面這個 加上後面101跟102相加就可以了 相加之後的話呢 它的機率 那排名的話呢 就是用插入函數 可以再利用統計類裡面的RANK EQ R開頭的RANK.EQ 這個部分的話 然後找到那個RANK.EQ 這個函數 接下來的話呢 LUMBER指的是 它的 機率 核氣之六的機率是多少 REF指的是 它裡面總共 裡面的這個範圍 所以把REF裡面 整個選起來 一樣 游標放在第二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 記得把這個REF的範圍 按F4鎖起來 其實鎖列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呢 它的 機率 在全部的範圍裡面 它是排第幾個 它基本上會幫你 由高的排到低的 OK 那基本上 如果是由高排到低 O的就可以空白 那我們就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 可以算出它的機率 總共的話呢 排名 這個時候就可以排出來 所以 第一名的話呢 馬上就出現 第一名的話是34號 101跟102 出現的機率最高 但是問題來了 其實它已經做完了 可是我覺得閱讀上不方便 所以要怎麼樣閱讀最方便 最好是什麼 如果是排名前七名的 幫我在號碼上面呢 填一個顏色 這方法很多 如果你不寫VBA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之前有講過吧 設定格式法條件 新增規則 但是規則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喔 我前面講過 上面這幾種都不行 只能用使用公式 來決定格式法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喔 如果排名裡面是前七名的 幫我把號碼格式喔 不是格式排名 是格式前面的號碼 因為你格式排名沒用啊 你格式排名 你還要再往前看 那不是還多一個步驟 所以我今天希望 格式的是前面的排名 那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講的這個 機率用conif除以cont 格式部分是按右鍵 儲存格式喔 利用什麼 分母這個地方 那麼分數喔 拉到底下有個 以分母按制定 補兩個0就可以了 這樣就萬分多少 其他的話呢 在102的話 就是把公式貼過來 改102 兩個相加 再用rank函數 試一下 這個部分完成之後 再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 排名前七的 格式前面的 不是除法鏈鋼喔 不是用自己這樣看 然後填顏色 設定格式化條件 雖然可以啦 可是喔 這邊有一些小技巧 如果你 不會這個技巧的話 可能你就 沒辦法去設定格式化 是在另外一欄 條件在這一欄 設定在另外一欄 這個還蠻重要 我發現很多人不會 不會的話 其實方法有兩種 要不就是寫VBA 要不就是用 設定格式化條件 不然 如果你不想寫太多啦 反正至少VBA一定可以啦 所以喔 有的時候最後呢 反正就寫VBA就好 我覺得通通都簡單了 只是說 那你會的方法 越多 你可以選擇 但如果方法 你就 不會啊 你可能最後怎麼辦 塗法鏈鋼嗎 要不然好像有學 但是學不會 怎麼辦 直接寫沒有 我說 老師你可以幫我寫一下 OK 試一下這部分 那待會我們再看 就是說那個 設定格式化的部分 最後的話 我希望 最難的這一題 最難的就是 乾脆把前七名 把它列在那個F欄 這樣就搞定了 等於是 產生一個報表 直接告訴我結果就好了 那我就待會就把這七個號碼 記下來 唉 就可以 這是喔 參考